云林口湖乡部分区域因为养殖业者抽取地下水 地层因此慢慢下陷导致海水倒灌 造成农地长期积水无法耕种 这就是成龙湿地的前身 四年前关树基金会进驻后 引进国内外艺术家 陪同村民共同打造充满艺术味与咸味的成龙村 水草悠悠及波光灵灵的水面上 偶尔有白露丝低空飞翔 在候鸟都已北反的夏季 只看到少数的高翘横和露丝 被海水淹没的田地逐渐变成盐份沼泽 二十多年来这占地五十公顷的成龙湿地 慢慢形成一个新的生态环境 四年前关树基金会进驻此地 积极地为这一片湿地规划新的出路 未来大家来这个地方不只可以看鸟 那大家也可以来这边学习有关于地层下限 和全球暖化这方面的环境一体 是一个兼具研究保育教育文化关怀 和产业关怀的一个多功能的一个环境学习中心 可以让小朋友去认识他的环境 然后也可以美化就是这块湿地啊 就是让他有一个重新的用途这样子 未来的蓝图将逐步落实 而现在放眼看去 助力在水中的凉亭 大大的竹边湿木鱼 一片磕田 还有贝壳贴的入口印象 这都是国内外的艺术家和居民们的共同创作 让咸咸海味的小村也散发着浓浓的艺术味 新唐人亚太电视 廖立芬 陈岳秀 台湾云林采访报导